政府早前表示新巴士合同仍在商议当中 未能披露细节 有团体就举办论坛 促请政府尽快完成合同的商讨 同时也都期望巴士的服务能够有所改善 澳门两家巴士公司的营运批级合同 即将在10月31日到期 当局早前透露 新合同将会是公共批级的方式 而非过往的购买服务模式 但至今仍未披露更多的细节 社会担有政府和巴士公司 未能在合同届满前完成商讨 有团体就举行论坛 期望政府趁签署新合同改善巴士的服务 出席论坛的议员何润生表示 有市民反映巴士服务的舒适感不足 主要体验在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巴士公司的管理 另外一个就是巴士司机的服务的意识 再者就是巴士的车型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巴士 一些商材人士 他们都说有升降台 但是这个升降台是不适合去使用 因为也都没有这样的地方 给他去将这个升降台去放下 去接载一些残疾人士 同场的交支委委员梁国权表示 当局也都未曾在交支委的会议上 提及新合同的细节 他提到现时大部分的巴士 安装了车联网程式 相关的数据有助当局更好设计巴士路线 其实有些车大家知道 这个位置上就永远都不下跌 可能去到总差跌下跌 中间的乘客如何上车呢 如果这些线多数都是这样搭的 这些线会不会变成块线呢 其实就是用这些数据来支持 究竟这些车的班次要如何设计 路线要如何设计 何允生和梁国权都认为 政府应该披露更多新合同的资讯 同时也应该多聆听 作为用家的市民意见和感受 才可以更好地改善服务 我是维持记者 想说停前要